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淚在無人屑流 爱在沉默中 放在世纪里退 人在你一边好守 谁能将来享受 谁能终身拥有 谁会放弃一切 谁是永不罢休 谁能让我低头 难道不会忍受 算清楚一生爱重复 总到归换时候 祈求你的微笑 永远在我心头 永远一去难受 都赴你甜蜜悠 永远 永远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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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在我身上 永远在我身上 永远在我身上 許多愚弱 你何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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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秦山愣什么呀 想吃就吃吧 费用家 是陪朕 结婚起事 不会的 不会的 不是真的 是假的 都是假的 费用家 施佩真结婚起事 你怎么吃做药了 从哪能让破报纸 跟他们催命服势了 我又不认识字 谁知道报纸写的是什么呀 结婚起事 藏经上老婆跟了别人了 他说过等我的 他说过等我的 秦山 你可不能怪他 你忘了 你已经是死人了 天君妹的人 没有一个人知道 你还活着 你总不希望 他一辈子为你守活寡吧 我没死 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 他说过等我 他一定会等我的 你们两个狗奴才 去年今天丢个手指 今年要丢掉他半条命 明年中秋 再让我见到你们两个 我把你们两个剁了 做月明 滚 这 这 这 马 拍马屁拍到马脚上去了 恭喜你 卉先生 恭喜啊 恭喜你啊 永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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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死啊 佩真 我没死啊 佩真 飞先生 你愿意娶施佩真 施小姐为你的妻子吗 不愿意 那么施小姐 你愿意嫁给飞勇家 飞先生吗 不要啊 别等于她 佩真 你说过的 你一定会等我的 佩真 佩真 并不要答应啊 不要 我愿意 不要啊 佩真 别等着啊 佩真 别等着啊 佩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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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只手放在地上 那只手放在后面 天兄 小副 两手插药 那只手放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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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刚才我好像是灵魂出窍 有智者是尽成 不枉你多年的苦练 恭喜你 练成了 我练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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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停 小子 学点皮毛就得意了 懂数学吗 懂枪械吗 会练兵吗 能打仗吗 懂得怎么利用手里的钱发财吗 知道跟外国人怎么打交道吗 你要学的东西多着呢 小子 你掉金窟窿里了 慢慢学吧 有朝一日皇上亲政 八台大教接我出去的时候 你要不学成个总理大臣的样子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秦山愿听王爷教诲 这还差不多 王爷 你没听到 王才和赵棍他们两个说 王维宗这狗官 他又升官了 这世道不升官才怪 你放心 爬得高摔得重 等本王一出去 首先就拿这批狗官的命 祭王爷的帅席 也竟得是真君子 不怕真小人 最怕的就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要不是他们左官右望摇尾棋林 只求宝巫杀 不求变法 爺爺不至于蹲在这里了 嗨 一提这些狗东西 爺爺就头疼 赶快练功 王大人新官上任第一天 老天爷就喜将累血 天照吉祥 吉人天相啊 权权各位仁兄秉丽相助 待我谢恩归来之后特备薄酒 还请各位务必光临寒舍 好说好说 王大人前出五两子一目顺风啊 王大人慢走啊 秦山 你功夫有了 学问长了 理解也明白了 就是做派差了点 什么做派 王爷的做派啊 我一个平头百姓 学什么王爷的做派 你日后跟我一块出去做大事 给皇上当差 没气派 那怎么能行啊 恐怕 这一两天我也学不来吧 我教你啊 比方 王财赵棍在你眼里边是个什么东西 你说来听听 哦 我有时候觉得他们很可恨 有时候又觉得他们很可怜 嗯 这叫怒其不争 哀其不幸 你这么做是太太及这两个奴才了 这样子你绝不会做王爷的气派 哦 那王爷 他们在您的眼里又是什么呢 这是个诀窍 你要听清楚 他们两个在本王爷的眼中呢 根本就不是人 不是人 那是什么 两条狗 鹰犬 这你就不明白了 熬鹰羊犬是门学问 鹰犬不是奴才 奴才就是奴才 伺候好了是应该的 不好 打死也活该 叫他们 得从鼻子眼里面叫唤 要看见他们做的事 不能看见做事的人 奴才就是摆设 各有用处 你要当他们是人 你就永远找不到做王爷的做派 王爷 依我看人就是人 非得把人不当人才能够做王爷的话 那这个王爷不做也罢呀 哦 你这个想法跟洋鬼子还挺相像的 洋鬼子有个洋鬼子上帝 嚷嚷着洋鬼子在上帝的面前一律平等 你做不来王爷就做洋务大臣吧 来 我今天就教你怎么跟洋鬼子打交的 王爷 钦差大人到了 去去去 不见 老一套 就跟他说我在反省呢 还没反省完 反省完了自然就反了 去吧 这 要是见到大使呢 要不卑不康 曾国藩有一句话 教导李鸿章很有道理 他说 我不怕他也不欺他 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 真乃老成谋国之言 你要牢记在心 还有 王爷 钦差大人说 他一定要见您 他说 有特别要紧的事 需要向您禀告 但 你少放屁 滚 是 啊 还有一件事 你要牢记住啊 你见到大使夫人 一定要托起他的手 轻轻的 嗯 亲一下 那怎么行啊 男女受受不亲的王爷 哎 洋鬼子的事就是邪性 你不亲他 还不行嘞 王 王爷 他妈的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回王爷的话 钦差大人说了 他不是 是老佛爷派来的 不是 那是谁 奴才不知道 反正是 是宫里派来的 穿什么衣服啊 奴才忘了像王爷禀报了 秦斋大人 他还带着笑呢 哈哈哈哈 有门了有门了 秦斩 听到了没有 他还带着笑呢 我们俩终于要熬出头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见我见 快去快去 这 秦斩 伺候我更衣 你借这个机会 好好看看宫中的礼 知道吗 哦 请 王爷 秦斩大人 到了 奴才叩见王爷 王爷 奴才给您报丧来了 我就说有门了 报什么丧啊 谁死了 回王爷 是老佛爷龙玉上兵 兵天了 好好好好 我终于熬到这一天了 起来吧起来吧 谢王爷 皇上有什么旨意啊 回王爷 奴才只有摄政王的旨意 没有皇上的旨意 摄政王 谁是摄政王 为什么没有皇上的旨意呢 王爷 只是 因为皇上尚在至灵 不能亲政 所以只能由摄政王来辅政 一派胡言 皇上跟我同领嘛 早已亲政了 什么尚在至灵啊 王爷 奴才 又给您报丧了 放屁 你出错药了 你不是报了吗 回王爷 刚才我报的是老佛爷 现在给您报的是皇上 皇上也已经归天了 怎么会 这是真的吗 奴才就是有几个脑袋 也不敢编造这样的旨意啊 皇上那么年轻 怎么会 他神病 奴才也不知道 那些太医 是干什么吃的 几十个太医轮番应诊 各执一词 就在皇上宾天以前 他们还在争吵 不能定论 奴才也只有看着皇上 这么去了 我大清不幸 天望我大清 苍天哪 苍天 天将圣主 必忘狂澜 于威王之末世 乃何天不予寿命 皇上 皇上 我苦苦待君 你为何不留一词 就撒手陈寰 这大后赫山 交给谁来管的 皇上 皇上 谁是新皇上 荣禄宫的外孙 淳亲王的儿子 溥仪 这个混蛋 让外孙当上了皇上 皇上到底几岁 王爷 三岁 好 好 我大清三百年的基业 就会在一个老太婆 和一个吃奶的娃娃手里 好 好啊 皇上他几时断奶 别忘了告诉我 滚 滚 你给我滚 王爷 皇上年幼 国家又遭风大乱 时局不稳 您该振作精神 振臂一呼 硬着云气 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您看您 怎么反到您儿了 这可不像您呢 您可千万不要像 当初我那样没出息啊 你现在还不一样没出息 秦山 你不知道 宫里边的事儿 一眼难见 慈禧这个老太婆 我 您了还来个釜底臭心 绝啊 高啊 这么多年来 我卧在这个地狱里边 还清高气傲 在我心里边 一直有盆火在上 但现在 祸灭了 心死了 没拆过 王爷 既然摄政王派钦柴来给您报丧 就说明宫里边还在惦记着您呢 看样子 辅佐幼主 治理国家还少不了您呢 我还有机会吗 当然有机会了 那支笔来 我要给皇上写折子 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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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要这个戒指嘛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 夫人 您当年买过我的戒指吧 咱们可真有缘分啊 这是您的小姐吧 长得可真俊啊 跟您当年一个样 再买个戒指吧 不贵 不 我们不买了 走吧 没想到佐藤先生 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儿 明不正言不顺 此生的 绝美啊 东西收拾好了吧 不要太难过了 这位是我的夫人 以后你就叫她干妈吧 干妈 孩子 事都过去了 别太伤心了 绝美啊 你跟我们走吧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 孩子 去干妈家住吧 去你家 为什么去你家 你妈妈活着的时候 就托付过我了 如果她不在了 你就到我家去住 不 我不去你们家 你不去我们家 还睡在马路上 我可以做工 我还可以租房子 这事由不得你 你跟我回去 别 别这样 吓着孩子了 快把她妈写的书信 给她瞧瞧不就得了吗 好 这就是你妈妈亲笔写的委托书 走吧 绝美 到了我那儿 管你吃管你住 你就不用担心了 是啊 我怎么能让你们白白养活我呢 我要出去工作 到我们家有你的事干 听说你日本话说得很好 那就教教我儿子嘛 对 你啊 就做我儿子的家庭教师 总可以了吧 包姐 来 咱们上课 第一句 来来 努力学习 干巴里马修 努力学习 干巴里马修 你给我做好 第二句 再见 sayyou nala 再见 sayyou nala 你给我做好行不行 快点 来 跟我说第三句 早上好 早上好 哎呀 狗头巴都死了 你瞎说些什么呀 我要出去玩 下了课再去 你凭什么管我呀 你是我爸花钱过来的人 你 包姐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哎呀 爸爸 我不要学习 我要出去玩 去不去吧 嗯 包先生 我想辞职 为什么 我学识浅 您儿子的日语 您另请高明吧 哎呀 我这儿子从小交惯 哎 是不是他惹你生气了 我回头说他 孩子 不 好吧 如果你 真的不想交包姐 那就到我的洋行 去做文秘吧 不用了 英族界里有一份工作 我准备去应聘 你不能到别处去工作 为什么 这是我的老板 佐藤先生交代的 佐藤先生 他凭什么管我的事 这你以后会知道的 我想 我还是去英族界工作吧 谢谢您对我的关照 哎 等等 军门 既然这样 我就实话实说吧 为什么佐藤先生 把你托付给我 因为佐藤先生 是你的生生父亲 什么 这怎么可能呢 却显得说 你是佐藤先生的私生女儿 私生女 我是私生女 我母亲说我父亲早已经不在了 而且 他从来没说我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包先生 你说话可得负点责任 这也是他们当初定的一个协议 只要你母亲活着 就绝不告诉你 现在你母亲去世了 我可以把事情告诉你了 老爷 天津之府王大人登门拜访 王大人 快快邀请 是 王大人 您请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武昌失守了 听说了吧 报上已经登出来了 武昌是南北的药冲 这一失守大京的江山可就难保啊 大人 您有什么打算 明人面前不说暗话 谁做朝廷不都得找几只看家狗啊 谁当皇上我就给谁磕头 反正少不了我一个天津警察总监的位置 大人高见 那您今天是 是这样 我有一笔款子 本来是存在官银号里 眼下这局面明天你还不知道谁坐江山呢 我想把它存到日本银行里边保险 包总裁又是那里的董事 不知道 大人 不知您听说了没有 这直立总督给各国银行都发了召会 说是形势混乱 为了防止国库里的银子流散 不准给各级官员办理存款手续 让我很为难啊 正因为难 我才找你包总裁 包总裁不会忘了吧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唐青山的案子 无罪 要判成有罪 后来他莫名其妙地死在盘山大牢 我又百般地遮掩 坐得滴水不漏 无痕无忌啊 那个时候我也很难啊 好 大人您放心 大人的事我再难也得办 既然您已经发话了 我全力效劳 包总裁真够朋友 不打扰了 明天我派人来办手续 好 小人恭候大驾 不用送啊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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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柴大人到了 好消息 可能我弟的折子又下门了 快请快请 这 秦柴 秦柴 快过来 快帮我更衣 大人您请 王爷 奴才又给您报丧来了 又报丧 报什么丧 谁又死了 不会是那个没断来的小皇帝吧 他那么短命啊 回王爷 皇上没死 既然没死 你报什么名丧啊 王爷 这回比皇上死了更惨哪 是咱们的大清国没了 皇上已经训位了 大清国没了 都已经颁了诏书了 训位 那谁当皇上了 回王爷 现在已经没有皇上了 交给孙中山孙大炮了 人家不当皇上 要当总统啊 天底下没皇上了 这不反了吗 可不是反了天吗 现在大清国改叫民国了 已经没有安生日子了 南方各省纷纷闹独立 闹共和 简直是大逆不道 反天了 袁世凯的六阵新兵呢 他练的什么兵啊 干什么吃的 他拿的是枪还烧火棍 王爷 您就别提那个袁大头了 这个袁大头 争着跟孙中山当大总统呢 连天都差点被他捅个大窟窿 真是魔性下戒 祸国殃民 我大清三百年的江山呢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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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玩些事 王爷 王爷 面相哭就哭吧 别闷在心里了 姑婆 我去哪里哭 哪还有我大清国的地界 我想给大清国收个香 都找不到分头 我爱心觉罗再薄 已经是个孤魂野鬼 王昆奴了 王爷 哎哟 我老爷 这身上的发肤 兽之父母 这咔嚓一剪的下去 这一时半会儿可长不出来了 俗话说得好啊 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何况大清朝这三百年的基业 万一保皇党卷土重来 你没了这辫子 这你糊涂 皇上才六岁 身边就剩下几个太监和老不死的满清一老 能在紫禁城里头有个地方待就不错了 谁敢给六岁的孩子卖命啊 有能耐的 有权势的都忙着给自己割地呢 退一万步 就算是有那个复辟的 还有那不复辟的呢 咱们有的是大树可以乘凉啊 这小哥伯能领得过大腿吗 朝廷 终归是朝廷啊 你忘了 现在是诸侯割据的年头 最没能耐的就是当今的皇朝啊 这都不懂啊 三官你白看了 分酒必合 喝酒必分的道理 你都忘到后脑勺去啊 放心 解 大清国没了 现在都失心剪辫子了 我们洋行也要剪嘛 我说朝代都变了 这留根猪尾巴还有什么用 我当总裁的先剪 绝眉拿剪刀来 包总裁 真的剪啊 剪 这条猪尾巴终于没了 每次到日本国都被人耻笑 像耍猴的 总裁剪了辫子 看起来更精明干脸了 更像总裁了 可是共和好事好 军阀林立天下就要不太平了 可不是吗 报纸都说了 袁世凯跟孙中山争当总统 要跟南方的革命党打仗了 越乱越好啊 反正我们在日租界 我们吃的是日本人的饭 谁能把我们怎么样 房子烧了 对我们搞建筑的更好 原来我们不能做的事情 往后我们都能做了 总裁 您说的是不是这笔生意 对 就是这个 马上给日本发报 让他们赶快发货 你去你一个电文 包叔 这可是犯法的生意啊 犯什么法啊 大秦国的法律已经不算数了 南边的法律北边不认账 北边的法律南边又不尿 我们就是要趁着这个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大干一番 可是白面是毒品 是害人的买卖 你不干别人也会干的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 这可是左腾先生的指示 我们这个洋行 他说了算了 慢着 拿着 这是左腾先生让我交给你的 我不要他的钱 傻孩子 这么多年来 你都是靠他的银子长大的 就连你说的一口流利的日语 也是他交给你妈 你妈又交给你的 爸爸 快出来呀 清清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您不是要剪辫子吗 给您照张相 留个纪念啊 照什么相啊 妈 快来 爸要剪辫子 怎么 闹了半天 这辫子还没剪呢 这 发夫受制于父母 怎么能说剪就剪呢 看你 还杨学堂毕业的 当年演文明戏的时候 你不是说辫子特别麻烦 闹着要剪吗 怎么 如今都共和了 反倒不如从前了 那时候年有无知 不知道天高地厚吗 哦 你留着辫子 就知道天高地厚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你想 这辫子跟我这么多年 总是有感情的吧 就比如说 我是你的辫子 你忍心 一剪就把我给剪了吗 看你 当着孩子面瞎说什么呀 不过 你要是舍不得 我来帮你 来 我来帮你剪 等会儿 陪真 等会儿 等会儿 早已经不再寻找 却难忘 旧日怀抱 人随随花开花落 伍人随花开花落 紫人随花开花 我帮你 我帮你 不再寻找 温柔一律 不能断局 皆永恒来如刀 人心伤害 你痛我痛 斩不断轻易如潮 风吹热泪 荒野飘飘 绵绵为你祈祷 过去和现在 我都知道 只有你走 纵然你已经去留 在梦中守住欢笑 我的爱一生一次 只投入你的怀抱 温柔一缕不能断绝 皆永恒来如刀 人心伤害 你痛我痛 斩不断轻易如潮 风吹热泪 荒野飘飘 年年为你祈祷 过去和现在 我都知道 只有你最好 过去和现在 我都知道 只有你最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